桃園最美的花 火红的大人啊 一风大雨 天天尽是发香 有了日儿啊 今儿正有了它 前途万里有个头 大家好 我是大伙 今天风还是很大 就没出去 餐厂也没退潮 在家里做点海鲜 考虑一下自己 来个海鲜盛业 我先去花江鲜盛业 去年 就开始了 祝福ノ富提供 猫里是三国 三国 也会在家里面 去年 现在 它的 刀 一旦 这个八爪鱼里边有墨汁啊 抱头太好吃了 这海螺蒸完之后 直接炒了它 蒸完之后才能炒来 开始上锅蒸了 把这个螃蟹一批两半 来个爆炒炒一下 这样蒸入味儿 好了 切完了 起锅烧油 哇 你看这籽啊 鲜黄这么多 太好了 介绍 来 准备出锅了 看一下 太棒了 看一下 葱红葱红的 拿蟹 准备开吃 开始炒八爪鱼了 第二道单 烧油烧油 哇 一炒就变大了 再把鱼爪子变大了 看着就好吃 不看它变得没红色的 变大了 它的肉就像了 鱼爪子变大了 它就像了 这个八老爷放酒菜才好吃 正好配 红配绿 太香了 八爪鱼呀,出锅了 看多好看 等会尝一下,很美味 这个海鲜掉到味儿了 没事,不干不定吃了没变 把这个外面的吃掉,等会小伙伴吃的时候,看会不高兴 好,完成 我的蒸锅也完成了 这是八爪鱼的头 把那个爪子弄了去之后,磨都跑出来了,等会直接蘸料包头吃 这几个扇贝也蘸着吃,弄出来,把海螺切成片 蘸了料吃,这样的话更鲜美 已经炒了两个泰了,这个海螺就不炒了 这个干不能吃,把它弄出来 这里边好像有个胆 这个胆好像也不能吃 那这个东西 也不能吃,把它弄出来 好了,处理完成了 现在切片就行了 把它切成片 这个海鲜有好多种吃法 其实炸的吃,煮出来炸的是最鲜美的 但是就是味不够重 食材弄好了 配个炸料 海鲜 海鲜还是比较洗浆的 比较吃浆的 这个海鲜 完成了 尝尝尝好吃吧 先尝一块 味道正好 刚才就想吃这个八爪鱼的头 先给大家吃个大火 这个东西 蘸料吃可好吃的 今天没买过辣根 但是我用料配的应该 味道很足 没有磨的 太鲜美了 哇 一口闷 太好吃了 干喝点小酒太鲜 但是海鲜太多了 喝酒的话喝白酒不好 我又不能我喝啤酒太胖了 吃点酒 海鲜太鲜了 吃点青菜 光吃海鲜还不行 太棒了 行我们要开饭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